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们来讲一道这个DFS 就是Recursion以及这个Tree结合的这么一个问题 它是Licode的110题,叫做Balanced Binary Tree 就是一个平衡的二差数,然后它是一个easy难度的题目 那么在过去的半年内呢,我们发现说 Yama,FB,Google和微软都有考察过这道题目 那么这道题目设计的就是DFS和Tree这个类型呢 那么具体看一下题目的意思吧 它说给一个二差数,然后让我们去判断它是不是一个高度平衡的二差数 那么它这个问题来讲呢,这个高度平衡的二差数指的就是一个Binary Tree 然后它的这个Depth of two subtrates 两个指数的这个深度呢 of every note never differ by more than one 就是永远它的这个高度差不会超过一,也就是小于等于一 那么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它第一个例子说是给到这么一个二差数 然后呢它返回的是Tree 因为说我们看到就是3这边开始它的左指数 它的高度1,又指数的高度为2 所以它们的这个高差呢是1,也就没有超过1 所以它返回的是2 那我们看到说这个example2呢是这样的一颗这个二差数 那么1作为根来讲呢,它的左指数的高度为1,2,3 然后右指数的高度是1 那么它们的这个高差就已经大于1了 所以呢它就是返回这么一个false 那么这道题我为什么放在今天来和大家分享呢 就是因为这道题跟我们前两天做过的那个max steps的那道题目呢非常的相似 应该说是基于那道题而出的一道题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那道题是怎么样的 它说是让我们求出这个二差数的最大深度对吧 那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发现我们是一起在做这个左指数的这个最大深度 和右指数的最大深度 并且不断的往下一层去做一个这个低规的一个操作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算出对于每一个节点每一个高度来讲 它的最大深度是多少了 那这道题呢,为什么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balance binary tree呢 一个是说明我们是需要去判断两个这个node 两个子数的这个node之间的高差有没有超过1 那怎么样去判断呢 我们就必须知道两个node的高度分别是多少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用到这个max steps的这个方法来操作了 那另外呢,为什么说这道题是在内道题的基础上进行操作呢 我们涉及到了这个一票否决制 就是它这边说到 never differ by more than one 也就是说一旦碰到说我们看到这个这个高度差大于1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认为它不是一个平衡的二叉数 就可以一票否决直接返回一个false 好,那我们根据这个条件呢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做一个笔记 就是说 max steps那道题加上一个balance的一票否决 好,那因为我们需要是用一个地归的方法去计算这个二叉数的这个每一层的这个深度 所以呢,我们不可能说在这个主准数里面进行操作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 help function 那么help function呢 跟那天的这个max steps一样 还是return这个integer 然后 我就叫它bfs好了 那么里面呢,我需要知道root就ok 好,然后我们看到说这个硅的出口 出口依然是root的用空的情况 然后呢,它就直接return0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左边和右边两个部分就是桌子数和桌子数的深度的 然后 max steps 这样子就分别求出了左右指数的这个深度 那如果按照这个我们那天的这个题目来讲呢 直接就return这个maxmax的left和right左右指数相对较高的那个深度 然后加上当前这个根界点的深度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一票否决的这么一个条件 所以呢,如果说它的这个高差是怎么样大于1的话 就直接返回-1 就不用再去看了 那这边,因为我们最后需要在这个主函数里面去返回一个boolean的嘛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global的这么一个变量 然后呢,我叫它result 初始化为true,我默认它是可以返回这个 它是一个平衡的好差数 那这个地方一票否决了之后呢 我就要把它更新为false 然后就直接return就好了 那么在主函数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这边肯定会call这个have function 所以呢,我要把这个dfs 然后它的这个低规的定义是root 可以放进去 另外呢 我们还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return它的这个result 可以直接把它放成private 没问题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目是不是这个样子 这边left facablemax 直接把下面的这个抄上来 应该是把它化成tfs 这样子 好的,那么这个test case有过 然后我们提交一下 好,这样子呢 我们就跑过了这道题 那我们发现说 其实这道题是一个基于那天 求这个二杀数的最大深度的那道题来做的一道题 然后区别就是在于它在这个低规函数里面 有一个有一个这个一票否决制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样子呢 就使得一旦不满足条件呢 我们就可以return false 然后这样子呢 我们就知道它不是一个平衡的二杀数 那么这道题目来讲呢 因为我们就是还是需要去把整一颗数据便利到 所以它的时间复杂度呢 是on 那n就是这个二杀数上面的这个节点的数量 那因为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做这个 底规的这么一个操作 所以有一个core stack的这么一个空间的复杂度 那么它是一个oh h是一个这个 它这个二杀数的这么一个高度 好 那这道题目呢 应该说联系前两天做的那道题一起来做呢 它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思考 那也是送给大家的一个菜后甜点 然后祝大家晚安 那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